根据此时此刻的一个指数运行的情况 给我们研判一下今天的走势 我们看一下今天再次走出一个低开之后的冲高回落 弱势震荡的格局 为什么是再次形成一个低开冲高回落 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整体的市场在早盘低开然后冲高 然后目前讲话是一个震荡走低性的行情 上次指数我们看到是微涨0.14% 看一下上周五的这个分时结构图也是一样的 分时结构图在上周五是一个小幅低开冲高回落 弱势震荡的格局 发现没有是再次重演了 对不对啊 我们看到基本上今天早盘的这个分时结构图 和上周五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七一七二 在上周五的时候低广比比较前的是什么 北周五零 你看今天也是一个低广靠前达到3.42%的一个下跌幅度 以及今天其实先创新低的是什么 是科创五零 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四大指数里面 科创五零近期创出了一个小的低点 目前是7770.98点 这个低点 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像生成指 还有像创业板指 创出低点 包括这个上升指数 今天也没有创出低点 说明什么 今天而言的话 先止跌起稳的就是这个科创五零 为什么我说这个先止跌一个起稳呢 因为在今天早盘的时候比较强势的 就是我们在今天早评 包括我们在今天早上重点强调半导体 对吧 我们看今天半导体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强势回归 我们在近期强调是什么 首先半导体我们要关注的是 它这个MAC的指标下跌之后 它会有一个背离 对吧 现在已经是跌破了这个三浪的终结点位 目前已经还是背离的状态 而且很明显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绿柱逐渐缩短 后期我们要等待量能持续放弹 这是其二 从板块上我们看到今天的石油石化板块 仍然是涨榜巨仙 这属于什么高股息 还有什么家居用品 对吧 以及像纺织服饰 还有像什么商业连锁 包括像什么酒店餐饮 对吧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的旅游 我们先讲一下旅游板块 近期形成一个上线 我认为是一个短线 基本上高点已经形成了 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看到不少的一个消息 比如说像河南文旅 河北文旅 还有一些其他的陕西文旅 基本上都是纷纷的使出大招 尤其是河南文旅 在这个一天的时间 好像发了有七十多条 这个相关的这个视频 包括也爱了一些明星 对不对 其实也希望明星能为他们 当地做一个站台 为什么 基本上都是要效仿哈尔滨 是不是 所以说来讲话 近期对于文旅来讲话 尤其是旅游 我认为仅仅是炒概念 而且这个概念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来讲话 旅游板块再次形成一个放量 它不是缩量 如果说今天来讲话 其他的板块都是缩量 那么好 其实整个的指数 如果说形成缩量是正常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仅仅是几个板块形成放量 旅游其实其中之一 4.81个点 所以说能不能突破这个位置 概率并不高了 因为这个位置 其实压力是重重的 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好 我们其实在今天重点讲到了 像酒店餐饮 酒店餐饮之前 酒店餐饮的上涨 其实和旅游是同步的 对吧 什么意思呢 旅游 大家伙都去旅游了 自然而然要找住宿 所以说酒店餐饮同步形成上涨 那么这一次来讲话 我们要分着看 因为酒店餐饮 在这一次来讲 咱们所说进入到春节了 到正月十五 它自然而然 我们比如说有婚庆的 有这个谢时宴的 有这个朋友聚会的 有等等的吧 一系列的 基本上都在酒店 有订桌 对不对 那酒店餐饮相应的业绩 其实就在春节到这个元旦 就元月十五号 它是一个什么 大的爆发 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个年夜饭 基本上酒店餐饮 它都是一个首选 所以说来讲话 目前我们看一下 很多的一些板块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酒店餐饮 在这个位置 已经形成了一个底位放量 一定要记住 就是今天我看到的是什么 很多的一些板块的上涨 是在于什么 它的位置 比如说半导体的位置低不低 低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酒店餐饮的位置低不低 低吧 以及今天我们 其实也看到的是什么 证券板块 盘中也有移动 位置低不低 也低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防着服饰跌下去了 我们所说 这属于业绩的确定性 还有我们在前期 强调过日用化工 以及我们看到像银行 还有像什么 电讯应营 这是连续下跌 这都是属于什么 低位的 一定要记住 今天我在盘中 看到的是几个点 其实今天 整体的反出了 上一周上涨的板块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上周一和上周二 涨的是什么 大消费 对吧 大家都知道 然后再往上一周 是高股息 同时来讲的话 就是AI 传媒 包括像光伏 有一定的反弹 还有像什么 我们所说的这些 低位的超跌的品种 有一定的反弹 那么今天其实 这几个会合了 旅游酒店上涨 对吧 AI有一定的上涨 就传媒娱乐 以及像石油石化 包括像银行 这都属于高股息的 还有像日用化工 旅游 还有像什么酒店餐饮 这都属于什么 我们之前重点讲到的 比如说 它就属于低位的 还有像业绩的确定性 其实今天来讲话 涨的还是这些 一定要记住 目前从整个的市场的资金度 我认为是亚零行 什么是亚零行 一头叫高成长高股息 另外一头是什么 低位 而且是什么 业绩稳定的 一定要抓住这两个核心 因为这两个核心 其实代表的是什么 极度的这种防守 和极度的进攻 所谓的极度的防守是什么 就找低位的 防御类的品种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的前期 强调过日用化工 这属于是不是这个防御类的 其实就属于 包括我们看到像什么 这个什么家用电器 这是不是防御性的 也是防御性的 那为什么相对而言 这些数据不好 这些防御类形成上涨的 这其实是属于一个 资金的必然选择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目前对于机构资金也好 它的选择是什么 要么就是极度的防御 要么就是极度的这种进攻 那么就选择高成长 高股息和低位的 包括高高那什么的 业绩好的 也要抓住这两头 你才能作业 你要说抓一些热点 不要抓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 好 我们再看一下板块吧 从这个板块上 在跌幅板上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航空 对吧 这个航空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一个夏天 我们看到航空今天大跌3.01% 那么整体还是在这个趋势舰的下方 弱势震荡 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环保 对吧 环保还记得吗 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叫做国家有一个什么 全面推进 什么美丽环保中国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利好的消息 多少人都解读 要关注环保 我重点强调的是 大力推进 它不叫做什么呢 它不叫做力争完成 明白吗 这个词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 我们做大直播的时候 就强调什么 环保必然就是一个一流行情 对不对 听到我们在上周五下午直播的投资者 一定要给我们的视频下方 打一下吧吧吧 目前我们坚定不看好 这个环保 跟大家说一下 环保目前来讲的话 暂时我们不关注了 好 我们再往后看 你看这个今天来讲的话 化工也是一样的 属于什么超跌品类 但是没走出来 好 我要给大家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所设计的所有的方向 并不是推荐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一点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讲到了 目前要关注的什么 以这个国潮品牌为主 自己听一下 国潮品牌为主 是什么呢 给大家说一下 你怎么选 对吧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谈谈谈 谈走约约 对吧 你看这个位置不就是一浪上行 二浪回射 我们在上周初的时候就强调 你看这个连续上涨啊 连续阳线 你这有风险吗 没有风险 你对于指数来讲的话 现在天天看风险 现在这个阶段说 我在这个位置 我就看 哪天真正见底 哪天放量 放量 我告诉大家 底部不一定会放量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讲话 它有没有放量的理由 什么是放量理由呢 因为在前期而言的话 大部分投资者预期的是什么 政策端会有利好的消息 比如说周六周日 多少人都预判 是不是有这种IPO的暂停 这是其二的讲话 比如说 还有像什么 什么基金 对吧 凭准基金是不是开始要推出了 还有一系列政策利好消息都要到来 结果没有 对不对 我们看到有几个利空消息迎来了 但是今天整体市场其实表现不错 但是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什么 一个普涨格局 今天我们看到盘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收盘我们看到的是多少 3116家是这个下跌的 仅仅接近于2000家是上涨的 发现没有 今天有没有赚钱相应 今天基本上没有赚钱相应 但是你要看到另外一端 创业板指今天可是领跌的 对吧 创业板指今天跌多少 0.88%的下跌 包括北镇50今天也是领跌的 说明什么 油资品种 目前来讲话是没有赚钱的 而且今天有个特点是什么 一定要自己看一下 今天而言的话 其实涨停板的加数还可以 43家 今天早盘是28家 我看了一下 那么43家来讲的话 最起码明天 我认为我们仍然要看 第一个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涨停板的加数 因为目前来讲话 涨停板的加数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都是在于什么 一个超跌品种 或者说是一些题材的 你比如说 就像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半导体 对吧 半导体是不是超跌 那半导体就是超跌 今天半导体里面 我们看到有多少家 一家 对吧 有一个涨停 包括有一个 10厘米以上的 是不是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上行 现在而言的话 你就记住 市场在这个阶段 一 要么等新的催化 有没有新的催化 没有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因为今天 其实我们等待的是什么 MLF 对不对 能不能形成一个下降十个基点 这大家统一的呼声 结果没有 对不对 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下调 反而是什么 平等续做 是不是 所以来讲的话 下一期的我们期望之道的预期是什么 因为在之前 我们强调过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在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强调 就整个而言 政策端 其实等待的是什么 等待的就是说两个会议 一个政局会议也好 经济工作会议也好 能不能对于后期的预期比较好 结果 其实大超市场预期 我们所说低于市场预期 这期 其二 上一周我们也都看到非农数据 整体而言的话 也是大超市场预期就业率提升了 那么他整个来讲话 降准 降息而言 美联储会不会延后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也看到在上一周 公布的像CPI数据 PPI数据 包括涉容数据 都不佳 那么好 现在而言 市场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目前市场真正缺少的是上涨的逻辑 而不是说 咱们所说的下跌的理由 下跌有的时候不需要理由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在前期的强调 11 1月的17号 也就是后天 那么后天来讲的话 我们要关注一下 它整体怎么走 因为从今天分市结构图上 我们看一下15分钟结构图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一顶端倪 什么样的端倪呢 自己看一下 因为从这个位置 就像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它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一辆下跌 二辆反弹 好 三 你看这个位置 其实它略创新高 零点几个点 那明天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还顺势继续的一个下行 所以说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离底很近了 只是这个底是哪个板块拉起来 记住啊 我再次强调一下 目前我们就盯什么 以业绩导向为主的 因为现在市场只剩下一个稻草 什么稻草呢 也就是2023年整个的业绩预期持续拉涨的 那么就会形成上涨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并不是推荐 比如说中国中免对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免税毛 那中国中免今天来讲 我们看到有没有继续创新低 也没有啊 对不对啊 为什么 我们看到今天还起来放量了 上涨1.78% 这个是中免 很多的一些 我们所说的业绩加的 它到目前来讲 都是形成上线的 我们把这个既优股 我们给它打出来 风格上既优股打出来之后 我们从这个涨跌幅上 我们看到这些其实都是既优股 今天找不往靠前的 我给大家说 包括大雷是个样 发现没有 这些都是既优股 所以说来讲的话 目前市场就这一个逻辑 那么对于明天行情吧 我个人认为 我们一明天仍然看量 这是其一 其二呢 目前来讲的话呢 今天既然走出一个冲高 回落走势和上周五的分市节股图 是走一样的 那么其实我们明天啊 要关注会不会形成一个断崖式调整 我给大家讲 有这种概率 因为今天来讲话 量完全没有支撑住 今天来讲话 仅仅是之前的热点 三个热点 高股息啊 包括像低位的 就像我们所业绩好的 大消费的 有的部分的 以及呢 还有就像我们今天也重点看到 像AI啊 传媒人工智能这块 有一定的反弹 那么好 我们现在而言 从板块上啊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对于半导体板块啊 整体的这种底部见底的这种提升我认为是一个大概概率事件 我再次强调一下 目前我是坚定看好半导体板块了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是超低了 已经是跌无可跌了 而且来讲话 在1月18号 华为有一个鸿蒙的这么一个生态大会 包括刚刚结束的就是我们看到像这个叫科技春晚吧 对吧 那么好 它会不会整个带来就是AIPC这块的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 那么对于半导体它就是一个有利的催化 所以说市场在这个位置吧 一个是缺少催化因素 这是其二来讲的话 就是由于有缺少催化因素 所以说量能没有集中在某个板块或者是某个产业链上 只能等着业绩这端 它发力 这才真正的可以吧 是这样的